陈女士低头专注作画 过程比一般人辛苦 这个没有 我就用这个 我才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用的 四年前左眼视力突然模糊 就一发现是脑瘤压迫四神经 眼睛的后面很大 然后我三个 就是三个医生才帮我用的 历经六次脑部大小手术 留下了癫痫后遗症 我后来回家觉得说 你是下雨这个变了 这一种的 从小就有绘画天分 陈女士曾在广告公司任职 也当过幼稚园老师 生病后先生外地工作 扛起一家重担 有六颗癫痫 这个是铁具的 也是要自己说服自己 肚点 就从她开始手术完以后 就开始都这样照顾了 有四年了 老公他没八个月没有 那我身上没有钱 是资计给我 还有陆康的爸妈 台中的爸妈 还有很多老板都给我钱 陈女士生病后情绪易怒 不愿接触外界 慈激之工关怀打开她的心门 我以前看到执继 我喜欢她们 可是我讲话是什么都讲不出来 两个母亲和这个女孩 开放这个 让我们来走到她的生命里面 他们愿意这样来信任 信任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感觉很感动 参加慈善美展 陈女士最喜欢这一幅素描 画的是女儿小时候 我喜欢妹妹 很小很漂亮 大了也很漂亮 不管是什么都很漂亮 然后我有钱 我要帮子妓 然后我要帮很多阿姨 你真的懂吗 然后 我讲不出来 面对病痛 陈女士发挥生命良能 期许用自己的画笔回馈社会